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SB线 然后把电源打开 先把总电源开起来 总电源 UV灯电源 然后它会显示 Ready 然后它会显示 Ready 证明开起来是 这里有四字单双向打印 按一下该键 这个选择 现在是单向打印 这是双向打印 我们要切换到单向打印 因为 单向打印精度比较高 调好之后按确定 然后把喷头移出来 按向左键 然后把喷头移出来 按向左键 观察喷头与平台的高度 最佳的距离是 有上升 下降 下降 下降两个键 双机图标 双机图标 打开该软件 然后将你所要打印的图片导入 因为图片比较大 然后你可以手中把它四字小 打印你想要的尺寸 打印位置 试试好你想要打印的位置 试试该模式之后 转到下一位 建议是保存中的 有ICC教室党 我们用ICC教室党 因为这个教室党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里有几种模式 需要你自己去摸索 第一种 其中这种是 填充 白墨填充 其中4的最多的设置 该对话框 试试好之后发送 试试好之后发送 然后他会跳到百分比 试试好之后发送 一边打一边干的 我们现在是打另外一种模式 是仅有颜色的地方填充白 打完之后我们来对比一下仅有颜色的地方填充白 主要是这里 主要是这里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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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点击发送文件 点击发送文件 然后它会显示百分比 先填充白色 好 打完 我们来对比一下 一个打印 一个是仅有缘 我们来打印手机壳 第一 我们先定好一个位置 我们把手机壳放到原位 看我喷油的高度 直接打彩色 直接选漏 不打白 这也是不打透明色 你设置好之后 点 发送 第一次打出来 然后直接打开 然后直接打开 再打开 就快点 让我们再打开 那是仅有缘 �원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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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嘍 嘎 这样